嗨,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跟我先生要去我们这边的一个酒庄 我们打算到那里吃顿饭喝点酒 为我先生这样的劳动者表示一下亲贺 美国的劳动节定在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所以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周末都是小长假 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周末带着家人出去游玩 我最近特别想把我跟我先生生活在一起的感受说出来 让大家看到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背后 也有很多无奈和挣扎 要不是我们彼此欣赏和妥协的话 也一定走不到今天 我欣赏我先生这样的人品 这是基于我内心对男人的期望 我从来不会用财富的多少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 尤其是一个男人 一定要有心细苍生的胸怀 从我先生身上 我真的看到了这种难得的品质 他从小没有在贫困线上挣扎过 但他能够体会到那些得病的穷人的艰辛 他宁可花钱为穷人买吃的买药 也不为自己买奢侈品 刚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经济状况是如此的糟糕 离婚让他的财务状况 一下子从高处跌到了低谷 那个时候他有极大的不安全感 如果生活稍微有一个闪失 他就会活不下去 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 如果银行没有十万的存款放在那的话 就会感到不安全 所以那个时候 他真的觉得自己 已经没有能力养活自己了 这也是他害怕再次结婚的原因 一招遭蛇咬 十年怕警神 他害怕 如果我跟他离婚的话 我如果再拿走他剩下的一半的工资 那他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知道我先生有这样的心病 但我也不能不明不白地和他这样过下去 我觉得两个人要想把日子过好 就得拧成一股神 我不害怕我们的起点有多低 我怕的是我们没有未来 像我这种吃苦长大的人 我很享受这种奉斗的感觉 如果能把穷日子过成复日子 那才叫真正的本事 我愿意挑战我们的未来 但我要进入这样的角色 刚开始我先生觉得压力太大 想把我们住的房子卖掉 然后租一个apartment 那时候我就没有同意 因为我不想让我先生 跟我生活在一起以后 住的不如以前的舒适 我要让他感觉到 我有能力让他变得更好 这个能力不是把钱投进来 不是出去打工挣钱 而是要精打细算 经营好我们共同的生活 说一句自私的话 我真的不愿意再去跟我老公一样工作 共同的在为另一个女人打工 另外我也觉得我先生的身体 是最重要的 我不能为了几个钱 把我自己又搞得那么累 到时候把家再变成一个旅馆 就算是有人帮着打理 也没有家的温暖 我先生经常说 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每天完成了工作以后 他就急着想要回家 因为那里有家的感觉 这对于一个辛辛苦苦 在外面工作的男人来说 待在一个舒适温暖的家里 是缓解工作压力 减轻疲劳的最好场所 一个人的价值在哪里呢 特别是一个女人 能够做自己爱人的坚强厚动 让她有更充沛的精力 去工作 去实现她的人生理想 我们能做到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 把后方的家园打理好 并通过勤劳和智慧 把并不富裕的日子过富裕 这才是真正的价值体现 享受他人创造的财富 那叫寄生虫 我相信我们以后的日子不会差 一定会越来越好 因为我相信好人有好报 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